今年啊,我给我老婆买了一辆五门版的mini Cooper S2.0T的版本 而且这台车还带一个Goal CW的包围 那台车我开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 而今天呢,我的这个爽啊,要上了一个台阶 因为我开到了真正的Goal CW 其实mini的Goal CW在二手车市场上啊,见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开业那么多年,交易过的这个mini的Goal CW呢 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最近几个月,因为mini这个车型越来越难买 新车端的供应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行情也是水涨成高 所以我们现在也能够在二手车市场上 见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比较高端型号的mini的车型 而Goal CW呢,因为需求比较旺盛啊 渐渐的也开始有了一些交易量 我们的上海站也好,我们的深圳站也好 也陆陆续续到了一些Goal CW的车型 而我作为一个mini Cooper S的车主 对这款车也是非常的好奇啊 也是卯足了劲要给大家做一期 结果前几台车很快的就卖掉了啊 没有来得及做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台车刚到店没多久 我就赶紧下手啊 生怕这台车又被别人抢走 我又错过了一次机会 这台车的这个配色我非常喜欢啊 就是一个黑红的配色 看上去非常的运动啊 有一股的斜劲在里面 车子的外观总体来说表现的还不错啊 但是有些小地方我觉得还是不怎么样的啊 比如说椰子板这里也被蹭破了一块 估计是要喷漆了 然后说这边还有一个憋躺 然后就是左右两扇门的这个门边啊 都有一些磕碰的这个痕迹 这个刹车盘卡仙撑的比较的饱满啊 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没有空间去装刹车感应线了 所以这台车的刹车感应线 其实是被处理掉了 车子也不会报警 但是也失去了刹车报警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要时刻关注一下 它的这个刹车片的这个厚度 而你以为就光捡了一个AP的刹车吗 其实不是的啊 这四条PS4的轮胎都是20年新换的 给力 在内饰这方面 其实车子也是有一些使用上的一些瑕疵 但是总体上我觉得是非常的OK啊 比较明显的地方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门槛条啊 这边有一些小小的破漆 另外呢 就是一些很常见的这种使用上的这种小痕迹 比如说方向盘 这里有一些被磨出来的小手印子 然后我们的这个挡把的这个量式板上面 有一些小划痕 但总体上来讲非常的OK啊 前置我还给这车做了一两处小小的小改进啊 首先就是这边装了一个小的储物盒啊 植容手感呢 看上去也不错 另外呢 就是说这边仪表上面还架了一个手机支架 这个放在这边说实话啊 稍微有点打视线 而且手机一旦亮起来的话 多多少少会吸引一些驾驶时候的注意力 所以我觉得手机支架放在这里 真的不是特别的合适 而迷你的设计师其实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扶手箱 这个小巧的扶手箱里面 其实还真藏了一个可以放手机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我们这台是最高的GOLU CW版本 然后呢又是大改款之后的一个型号 所以在内饰的细节上跟老款的那个酷拍s 哪怕只有GOLU CW套件的酷拍s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异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货真价实的GOLU CW座椅 对吧 这个是别人没有的 这个头枕后面都带有一个蜂巢一样的这个装饰件 这个一看上去就是很绝色对吧 另外呢因为大改款升级了变速箱 所以它的这个排档杆跟原先的版本也有一些区别 它切换驾驶模式的那个按钮呢 也从排档杆下面的这个大旋钮 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拨杆 我们再来聊一下GOLU CW的动力啊 其实这一块我倒是真想多聊两句 因为这台车的这个动力水平 可能比大家在日常驾驶当中体会到的这种感觉啊 要是参数上稍微要弱那么一点点 而且作为一款性能车 所有人心目当中的性能车 这台车只有320牛米的峰值扭矩 170千瓦的峰值功率 这个动力水平其实跟GTI是一个级别的啊 甚至说去跟380TSI的这种斯科达的车型也好 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 这个可能让大家有点大跌眼镜 但如果你因为参数就去吐槽 勾CW这台车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完全没开过它 宝马的这个调校水平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虽然说它的这个参数也就是个GTI的水平 但是它获得这种驾驶乐趣啊 真是对不起GTI粉丝了啊 可能要比那款车稍微强那么一点点 我们知道在宝马整个车系当中 这些紧凑型或者是更短的这种车型当中啊 它的高性的版本都是六缸的嘛 这些六缸的一系二系这些车型 如果我们油门踩的比较深的话 它在极加速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这种扭屁股的这种趋势 而这台2.0T的GORU CW 在我们油门踏板踩的比较深的时候 也是有这种扭屁股的趋势的 但是这个四缸和六缸的确是不好比啊 这种扭屁股的趋势 只是维持了大概一秒钟左右的时间 GORU CW呢 就能进入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而我刚才说的那个3.0T的那些宝马的车型 那个是想扭多久可以扭多久的 然后再来说说GORU CW和COOPE S之间的这种差异啊 我在看我老婆五门COOPE S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觉得那款车开起来非常非常的爽了啊 的确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 而买一台GORU CW回家 咱多花了这么多的钱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这个钱没有花冤枉啊 因为它的这种驾驶感受 它的这种驾驶乐趣绝对是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2.0T的280牛米的这个COOPE S车型是微辣的话 那这台车中辣起步啊 可能会让你印象深刻 可能会让你有点适应不了 除了我刚才说到的极加速的时候 GORU CW会扭屁股 而COOPE S是完全不会有这种体验之外 它们的这种换挡的品质也是完全的不一样啊 GORU CW的这个变速箱虽然说8ET啊 但是它的这个换挡的这种间隙 换挡的那种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GORU CW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它的这个换挡的冲击感 我们叫冲击啊 不能叫顿挫 这种冲击感是比较明显的 尤其是在初段的时候 一档二档三档四档的时候 这种感觉啊 会让你觉得这个车非常的有性格 当然了 如果你之前没有开过风格那么激进的车型的话 你甚至会觉得它的变速箱是不是坏了 和它的变速箱风格非常的一致啊 就这台车的悬架的风格也变得更加的刚猛 更加的不妥协 路面上有任何的这个小坑小坡什么的 它都能非常 不是说非常忠实的反馈给你啊 我觉得它都能放大了这种冲击 然后反馈给你的身体上 大家知道我们上海站周围 其实路况是比较糟糕的 路面都是坑洞啊 我开车这几天真的是可把我颠惨了啊 我觉得施志哥哥有一个人的脚放在了我座椅底下 每压过一个坑 他就踢我一脚 关于车子的这种驾驶啊 还有我对它的这些理解 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 最后来说一下它的价格 这台车呢是2018年上牌的Go CW啊 现在在我们小程序上价格呢是28.9万元 这个价格如果你研究过Go CW行情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香啊 在全国范围内看也是最便宜的2018年的车员之一了 而它这个里程数呢现在是4.9万公里 勉勉强强算是5万公里的车 所以我觉得5万公里三天车零然后只要28.9万元 这样的性价比其实只要您逛过二手市场就应该明白是个什么样的水平了 当然肯定有些观众在想就是我已经花了将近30万的这个价格 那我为什么不多添一点钱去买一台新车呢 因为全新的Go CW其实也就是37.8万就能够落地的一个价格 多了三年多了5万公里其实也就降了10万块钱左右 这个性价比好像不是特别的突出 这个我给大家两个理由啊 第一就是除了多花这个10万块钱之外呢 您可能还要在等6个月左右的这个周期 这个也是今年我们去买新的全新的mini啊 所有的车主所有的买家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等车周期 而这个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说您真的考虑去34店买个全新的Go CW的话 我建议您再稍微看一看再严调再等一等 因为过去两年啊 这个Countryman和Clubman的这个Go CW版本 他们换装了更高功率的2.0T发动机 峰值扭矩达到450牛米 峰值功率达到200千瓦 这个动力水平啊一下子从高尔夫GTI的水平 跳到了超过高尔夫R20的这个水平 这种进步其实是非常明显啊 绝对是相报了的 而现在过去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这个会不会把这台发动机装到这个三门版本的这个Cooper上面去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如果说您去4S店买个170千瓦320牛米版本的回来 结果发现马上就更新换代换了全新发动机 这不得在家里哭死啊对吧 所以说等等党永远胜利啊 我建议您可以再观望个小半年的时间啊 在这段时间内您可以买一个咱们这个老版本的这个Go CW 过渡一下体验体验 反正按照目前mini的这个行情 您就是开个半年开个一年 这车也不会亏损太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 李宗盛